今天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旅馆 传出遭到武装分子闯入 并且和当地的军警爆发激烈枪战 可以看到旅馆是冒出了大火 有许多的民众跳窗逃生 据了解这间饭店相当受到 大陆商务人士欢迎 这事件已经造成有21人伤亡 其中有3人死亡 隆隆白烟不断从建筑物中窜出 还伴随着爆炸声响 可以见到底部的楼层失火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一家旅馆 12号传出了武装分子闯入 并和塔利班军警爆发激烈的枪战 难看到不断有民众跳窗逃生 有人踩着窗户的边缘 小心翼翼的往下攀爬 上面还有人扶着他 另外一名男子则是先爬到 比较低的位置再跳到平台上 不行不行 据了解遇袭的旅馆 平常接待了很多大陆和其他外国人 也刚好有大陆记者住在里头 拍到房间里是烟雾弥漫 他指出有人为了躲避大火而跳楼 而塔利班发言人表示 有三名恐怖分子被安全部队击毙 但犯案的动机不明 这起攻击也造成多人死伤 塔利班自从去年重新掌控阿富汗之后 国内时常发生炸弹和攻击事件 许多案件是由激进组织伊斯兰国 在当地的分支宣称犯案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